流程已经都分析好了,紧接着来一起编写程序吧 首先拖出律期指令 接着在变量区新建一个变量Number 我们拖出将变量设为指令 并在运算区中取出一条随机数指令 给变量负一个随机数1到100之间的值 接下来制作有限次的询问 取出有限循环将次数改为6次 从侦测区中取出询问指令 用循环指令与它相配合 制作出米勒熊的6次询问 接下来制作米勒熊根据我们的回答做出反应 分别取出三个如果那么指令 放在循环指令的内部 询问指令的下面 接着在运算区分别取出大于小于和等于指令 将它们依次放在如果指令的条件框中 然后从侦测区中取出三个回答指令 从变量区中取出三个Number 用我们的回答与Number做比较 如果回答高了 就让米勒熊换成高了造型 并且让他说回答高了 回答低了 就让米勒熊换成低了造型 并且让他回答说低了 如果答对了 就让米勒熊换成答对了造型 并且让他回答正确 停止我们的游戏 最后我们来制作游戏失败后游戏结束的程序 与角色的初始化 取出说指令 连接指令 Number 用它们相互配合 做出我们回答错误后 让米勒熊把结果说出来的样子 然后取出停止全部脚本指令 停止程序 接着我们取出换成疑问造型指令 放在绿器被点击的下方 此时我们的猜数字小游戏已经完全做好了 一起来进行游戏 看看谁能在最少的次数里 回答出我们的答案吧